娱乐低言 八卦 新看点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娱乐低言 赌王和鸿生的攻击活动在一片喧闹中终于落下了帷幕 虽然经过了这么多天的风风雨雨 总算是告一段落了 但是四方之间的斗争可没那么容易就此罢手 虽然在仪式上几位太太和子女们倒是显得非常的悲伤 但是在场外却上演了一场不为人知的攻斗大戏 估计看了直播和报道的朋友们都清楚 前来参加攻击活动的除了有众多政商名流之外 还有数百位媒体记者 这三天时间里他们也是寸步不离 在现场报道赌王攻击的消息 而这么大的阵仗估计赌王的家人们以后很难再遇到了 所以说为了讨好记者们 四方太太和子女们也是各出其招 首先呢就是大房的子女了 他们准备了专门定制的食物包 里面有蛋糕饮料饮用水便当等等 总共订购了数百份专门发放给现场的记者们 而作为二房的领军人物 何超虫也是略备了一些饮用水 让人送给记者们 但是光送些矿泉水貌似也没看出来什么太大的心愿 而且这点水钱对于何家的人来说 是不是也太少了点呢 这点东西拿出来估计记者们都不会是特别想要吧 只不过二房抠门也就罢了 最抠门的就是三房了 虽然是看护出身 但是三太陈婉珍真是小气得很 他送给记者的居然是自己亲自准备的一个蛋糕 虽然说亲自做个蛋糕心是不错 但是从难度上看就是最基本的而已 而且就这么大点个蛋糕够谁吃的呀 现场分个十块八块的估计就没有了 但是报道公计活动的记者可是有上百人呢 这是准备让谁吃让谁不吃呢 在择赌王的子女和太太中 果然还是四太梁安琪最明白人情事故 和以上几房送水送餐相比 四太直接寄出了杀手锏发红包 而且这个红包还不是一般的大 居然是港币一万块 怪不得四太梁安琪是最晚嫁到赌王家的 但是居然都能和二房子女想抗衡 这情商和人情事故绝不是一般人呢 梁安琪是在1989年成为何鸿燊的第四房姨太太的 也就是说她是在澳门尚未回归前 在澳门当时的律法及大清封建思想的参与下 被赌王何鸿燊纳为了妾室 且何鸿燊在纳她为妾室 郑重其事的对外摆了结婚仪式的酒席 2018年梁安琪以净资产37亿美元 又选福布斯 香港50富豪榜第22位 2019年2月14号 福布斯杂志发布2019年中国香港富豪榜 梁安琪以41亿美元排名第24名 这个女人并不只是赌王的姨太太 她在做好一位姨太太的本分之外 还聪明地借识赌王的名气 人脉财力 在政商两界从容身根 不断拓展自己的实力和影响力 最终在赌王的加持及她自己的努力拼搏之下 从一个去澳门讨生活的打工妹成长为名副其实的政商两界女强人 让外界再也不敢轻易地对她说出那句 这个女人除了贪财什么也不懂 反而纷纷对她竖起大拇指 这个女人不简单 1960年早春的一天 梁安琪在广东三水一个干部家庭出生了 她原名叫轩伟林 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 她的童年应该是比较快乐的 13岁呢开始被父母送往广州学芭蕾舞 但好景不长在她14岁那年父亲病故 幸福的生活在这里成为了休止服 重渊的孩子早当家 她跟母亲说要跟哥哥一样外出工作 分担家庭重任 索性她舞蹈天分极好 经过刻苦努力训练学习 她很快从2万名孩子中脱颖而出 进入广州文工团 成为了当时15个被录取的舞蹈演员之一 捧上了铁饭碗 梁安琪算是幸运的 但这份美拆也是众人虎视眈眈的拆事 她没有什么人脉背景 里面的老师看也不看她一眼 更别说叫她跳舞蹈了 只等三个月试用期满 好让她卷铺盖走人 以便腾出名额 让别人进来 没有活路了 她得找新的出路 听人说澳门好赚钱 1982年22岁的她怀揣着 兜里仅存的八块钱 想着一定不能坐以待笔 要出去闯一把 于是从广东 年转来到澳门谋生 当时澳门尚未回归 外国人盘踞 葡萄牙人 英国人遍地 当地人呢 在外国人的影响下 也开始喜欢给自己起一个洋气的名字 原名宣伟林的她 便随了一个母姓 给自己起了梁安琪这个名字 我要在这个地方安居 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 这是梁安琪当年就树立的 崇心壮志 为了生存 她开始一天打四份工 白天在写字楼工作 下班后前往不同社团 担任舞蹈老师 晚上呢 再去普京赌场开箱赎钱 也因为她的这股拼紧 所以在遇到赌王之前 她靠着自己的努力 已经在澳门拥有了自己的房产 可她发现 就算这样 从早干到晚 也没法赚到大钱 赚大钱的都是做生意的行当 但她没资金 没人卖 没资源 怎么做生意 不少像她一样的内地姑娘 都选择了家人来改变命运 那个年代的澳门人 把内地来的年轻女性叫做灿妹 这是一个带有歧视的称呼 不少内地的漂亮姑娘 去了澳门之后 为了改变底层挣扎的命运 大家都在青春靓丽时 嫁给了公仔马仔之类的 所谓阔老 甚至还有人沦落为妓女 梁安琪当然也动过这个念头 但她跟其他看重 短期利益的姑娘不一样 她始终不肯为一些银头小利 而随便牺牲自己的青春容貌 她觉得不值当 她开始意识到 这样打工不是发财的好路子 她应该去做生意 要主动去结识有用的人脉 于是开始留意 通过教人跳舞 结识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 在近代时间一到 极可咸鱼翻身 事实果然证明 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头脑的 1986年 梁安琪26岁 一天梁安琪因5亿超群 被结识的贵人 邀请出席了赌王三嫂的私人舞会 那天恰好赌王的三位太太都不在场 她被赌王相众为舞伴在音乐声中 款款步入舞池共舞 赌王被她的出色舞艺所倾倒 一整晚都为再跟其他人跳过一曲 两个人呢 也在这次陷后中一武定情 有一天赌王突然问他 我很想和你一起生活 你愿意吗 赌王大他39岁 完全是可以做他父亲的年纪 他心有顾虑 却并不是顾虑外界大众的非议和眼光 他顾虑的是赌王纳切成瘾 天知道在他之后还会不会有小五小六 所以他并没有顺水推舟的马上就同意 而是告诉赌王 我没有机会成为你的第一个女人 但要做就只做你最后一个女人 不然我是不会担任的 在他看来 如果你在我之后还搞三搞四 那么我宁愿放弃这个机会 就算是做小四 我也有我的底线与尊严 没想到的是他的坚实与要求 竟然得到了赌王的允诺 并对他郑重承诺 你是我最后一个爱人 得到赌王的承诺之后 梁安琪并没有就此躲在他 给他迎见的安乐窝里 吃喝讨完睡 他最不喜欢外界评论他 看重的指示前 他好顺心极强 不甘心被别人瞧不起 更不想只当个空有观赏价值的花瓶 因为花瓶随时可被取代 这不是他想要的 他开始使出浑身力气 想尽办法帮助赌王回购 落入他人之手的公司股份 并终获成功 这意义让赌王对他刮目相看 1989年9月为兑现承诺 赌王以梁安琪的名义 购置了面积 约3000平方英尺的独立洋房 作为两人的爱潮 正式册封梁安琪为四仪态 他由此跻身豪门扩胎行列 在赌王确立他四仪态的身份后 他更是急于一展身手 为赌王立下赫赫战功 以证明自己不同于那些 以潘高之为目标的老女 然安琪在为全力帮助赌王 打理家庭事业的同时 更在1990年至1999年间 为他生下三子二女 为赌王延续香火 立下汉马功劳 从此读得宠爱几十年 作为大佬诸多女人中的一个 身处其中就像活在宫斗剧中 你一个不小心就会成为 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的傻驴 赌王的其他女人 除了袁佩英重病无力掀起什么风浪 她的二房三房一会跟四房 梁安琪单打独斗 一会又连起手来 跟她针锋吃醋 梁安琪要出生没出生 要资源没资源 想在赌王的深宫大院里活下去 没点手段与头脑怎么行 一不小心就会被后来者pass掉 她并不是只靠美色 争得赌王的赏识 更多的是靠她过人的胆识和情商 比如梁安琪在生产后没多久 就对赌王提出要求 她要参与公司事务 包括后来接二连三生孩子 在怀孕期间都没有躺在家里吃闲饭 而是挺着大肚子去赌场巡视 十足的工作狂 九十年代初 她开始涉足商界 在物业投资上眼光独到 据公开的资料 她名下就有52套物业 总值超百亿元 澳门回归之后 梁安琪的事业版图 拓展到了多个行业 先后在香港澳门及内地 开设茶餐厅 娱乐场所 证券行 奥尔夫球场 担任澳门博彩董事等 同时她还涉足证解 连续两次当选澳门立法会议员 并成为香港保粮局主席 先后筹资六亿用于支持慈善事业 她对赌王有柔情的攻势 更有义气的攻势 2008年 赌王与十姑娘和婉琪 兄妹反目 梁安琪为了处于劣势的赌王 日夜奔波 一年都没有见到自己的孩子 最后成功化解危机 为了得到赌王的信任 她的狠还体现在 深暗以退为警 先付出再斋逃 受灾大的委屈 也不轻易坑一声 所有的委屈 她基本上是自我消化 或找好友倾诉 但从来不跟赌王哭诉 甘心情愿当她的结语花 赌王原配李婉华因病去世时 她的其他女人都躲了起来 只有梁安琪挺身而出 暗中操持了李婉华的葬礼 成全了赌王与发妻的抗力情深 也得到了赌王对她顾大局 十大体的高度赞赏 赌王九十岁生日时 在其他两房太太拼牌场 比阔气的寿宴安排下 梁安琪独辟蹊静地 让小女和敲心 送上了为爸爸做的星星和诗歌 用爱的温暖 四两拨千斤地赶化了老爷子 宝金风霜的心 哄得她喜笑颜开 跟了一个可以做自己父亲的老男人 没有强大的心理能量 是无法想象的 但她从一开始就不具世俗的 任何指点与目光 因此她始终都知道 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究竟应该怎么评论这个女人 梁安琪自己却丝毫不在意 世俗贴在她身上的各种标签 或许鲁玉有约一日行采访她时 对她的这句概括颇为精准 我的人生无需解释